以51縣貪方路段 经过权力抢修 目前已开放通行 但人除机动性管制 因此18号上午 热水南山与世纪国小 也都恢复正常上课 大同国中因没有接驳车 而改成远距教学 大同国小校长表示 学生学习进度 没有受太大影响 早上来的路途当中 基本上那些落石都已经清除掉了 对 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 所以今天我们热水分校 就是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 进度上面没有太大的影响 由于名词山庄 往桃源台七线有多处摊房 目前有302人受困 其中一名离来民众 药物已用尽 原本申请向空勤总队 执行物资调刮任务 但一天后状况不佳 无法行动 18号早上7点40分左右 透过山清利用爬坡方式 从台七线84.3K 路旁小径出发 前往名词商庄 以人力背诵流料及相关药品 独立商工务段表示 现阶段要尽早将台七线 84.1K变道打通 这样才能持续往名词商庄前进 此外台七线84.1K 69.5K 与68.4K 预计会在18号下午5点抢通 有些新闻胡顺八度 宜兰大同采访报导 我会不吭资访报导